大概就是如果機率裡面前七名就是128、11、15、28跟30號機率是最高 那其實我是利用之前1號碼就1到49 然後機率的話就是什麼count if 跟之前一樣count if然後那個範圍裡面就是全部total的東西 總共有特別號加6個號碼 然後總共它除以count所有的總共的號碼 然後就有一個機率出現 然後再算出它的排名用rank排比較快 然後就把前七名就是看用VBA 用VBA一鍵又把最前面的那七個號碼排出來 就會有這個結果 所以這邊也許你們可以再多一個統計分析的結果出現 那這個部分我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後面的話請各位就是一樣 開啟那個檢視與參照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當然從lookup這個函數裡面 當然這個lookup函數我們如果說今天這個題目裡面 假如說左邊是資料來源 右邊是你要查詢的介面 那理論上是會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那只是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我把它放在一起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查什麼005 那我希望把005這邊的橫向資料 自動幫我查出來變成縱向資料 幫我整個這樣查過來喔 那我最好是希望怎麼樣 這邊下一個公式 直接向下填滿 自動就可以幫我把其他資料都查回來 如果上面我編號呢 假設是輸入多少 輸入004的話 它也會幫我自動查出來 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當然方法也很多啦 你除了用lookup函數之外 回去各位可以想想看 像這一題的話 你可以從檢視與參照裡面 找到呢 也許比較常用的像什麼index 可以做 那怎麼做 想想看 然後呢 那indirect 這個也可以 可是要怎麼做 檢視與參照裡面有很多函數 因為你沒有用過或少用 不代表它不重要 其實它非常重要 只是因為你不會用啦 還有lookup可以做 match可以找到 然後配合 通常是配合那個index offset也可以 那其他像什麼呢 V入函數也可以 只是我們希望怎麼樣 最好是做一次 然後因為理論上都有很多欄 所以你 假設如果你能夠向下填滿 就直接怎麼樣 向下拉一次就做完的話 欸 有沒有什麼方式 那當然最簡單你可以用V入函數啦 比如V入函數什麼 查什麼 查005 去哪邊查 去這個總標裡面查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查到之後呢 幫你把第幾欄的資料 姓名在第幾欄 第二欄 OK 然後比對方式的話 如果要完全一模一樣 輸入0 就false啦 如果要找接近的就輸入1 那我們用0好了 OK 按個確定 劉紅均 但是如果我希望向下填滿呢 OK 有沒有方法可以向下填滿 那理論上 其實 他如果要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會去抓什麼 抓 這個是第二欄嘛 第三欄 第四 第五 欸 所以跟哪個數字有關 跟這個有關 有沒有 那所以我有什麼方式 當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數字 可以自動幫我變2 變3 變4 變5 這樣不就可以自動下填滿了嗎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V2函數 VLOOK可以之後的話 H可以試一下 Index Indirect 還有或者是Offset 等等的相關函數 那主要我們後面 像V2函數大家都比較熟 所以我大概點多帶一下 那各位比較不熟的 像其他剛剛講過的那些函數 我也會把它帶到這邊 用其他範例來跟各位做解說 OK 那這裡的話 今天因為剩下的時間不多 所以開個頭 也許如果已經做完前面練習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把那個檢視與參照 剛剛有提到過的函數 可以來練習看看 像剛剛最簡單的VL函數 但是VLOOK大家都會 可是我需要的效果是向下拉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其他欄位都帶過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就還需要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一個函數 叫ROW函數 ROW函數的話 向下拉 它會自動幫你增加它的列數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做 試試看 如果做完可以的話 其他像Index 像Indirect Offset等等的函數 可以試做看看 甚至呢 一樣 我們函數做完了 可以用什麼呢 用VBA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函數了 我想要把剛剛的動作 用VBA可以幫我完成的話 那怎麼寫 這個地方也許可以想想看 蠻多的延伸性 所以當然我們這個客人盡量是希望 你第一個函數一定要非常熟練 250幾個函數都能夠想要用 可以馬上派上用 第二個的話 可以把同樣邏輯簡化成VBA 所以VBA要怎麼撰寫 這個我想請各位也許可以先試試看 那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大概就差不多 先講到這裡好了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從那個 檢視與參照這部分開始 那還有蠻多練習題的 那請各位回去先練習看看 OK